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2015年圣诞节 感谢上帝 我还可以飞到台湾来 我还对你们讲道 其实每次我到台湾来讲圣诞节 都很奢望 因为你们来来去就是一千多人 这一次我十七个城市步道 第一站在万龙理工学院最大的礼堂 3300个座位 我一进去的时候 连一个空位都没有 你们今天不到1500的座位 还有好多空位 他们急得慢得不得了 他们用了最大的礼堂 花了很多的钱 结果还有人不能坐进去 因为位置不够 那么这七八场已经过去的 已经超过一万五千人参加我的圣诞节步道会了 我今天才飞到这里来 但我来的时候 我总有个思想 好好讲 因为明年可能我已经不在人间了 明年可能我不能再飞来的 所以每一次圣诞节 基督徒朋友把你带来 给你有机会听这样的聚会 我绝对不会在步道会里面乱讲一场 我一定要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好好思想 好好负责 但愿这些的话 是道所产生的声音 进到你生命的里面 可以生根 可以建造 可以向上发展 接触过自来 求上帝赐福给我们 今年我的圣诞节在十七个城市举行 而且完全不照顺序 忽然间在晚红 然后就报巴黎 然后就到索罗 到族家 然后到新加坡 然后到台北 到高雄 又回去以后 马上换飞机 再到斯马尔 又再换到苏拉贝 从苏拉贝赛到美兰 都是反方向 来来去去 人家说唐牧师啊 你这么老了 为什么不要一路走 一路一路走 走到最后一站回家就好了 我说礼堂 哪一天可以住到 不是我们决定的 要改也不是我们的主意 结果呢 只能跑来跑去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高雄 后天在三宝龙 再后天在苏拉贝赛 再后天在美兰 然后回到加卡塔 我们有弥撒亚演唱会 就在礼拜六 我的时间急到一个地步 昨天上飞机以前 32分钟 我还在练习弥撒亚 因为我们要唱全本 所以我讲完到累得不得了 我再用两个钟头练习 把成本从头到尾唱完一遍 我一上车 车就赶到飞机 一上到飞机场 两分钟我就飞了 这时间是急到 紧到这个地步 那么他们说 陶牧师啊 你这样跑很辛苦 我说不然你帮忙我跑 我不能了 还是你老人家跑 那怎么办呢 有个人就算了 算我的行程 来来去去 从这里到来 等到香港完了 高雄完了 回去了 不久还再到香港 从台北高雄回去 再回香港 一天去一天回来 他们算起来 我的路程超过饶世界一次 这十七个城市 二是一场布道会 加两场弥赛亚演唱会 一共加起来的路程 绕整个地球 一圈都还犹豫 可能吗 感谢上帝 我一直要病 病不成 最近这四天 有三天太累了 我一回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 穿的衣服就是昨天讲到的衣服 没有时间换 一躺下 就呼呼入睡 早上起来的时候 还是穿着昨天的衣服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这些聚会是将几处时间来的 那我们好好爱惜它 好不好 好好思想 好